BTS目前被评选为全世界最佳的广告代言人 但是在代言范围外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即使没有代言 只要BTS一个动作 许多行业也悄悄一起受贿了 以下赶快来看看 因为BTS的影响力而跟着受贿的行业有哪些吧 BTS发行的英文单曲《Butter》 在美国告示牌音乐排行榜上 连续7周占据第一名 同时带动了美国《Butter》产业的大复兴 只是歌曲名称叫《Butter》而已 竟然会对《Butter》产业有所影响 相信很多人也难以置信 美国《Butter》生产协会传讯负责人 在接受告示牌采访时透露 美国平均每人对《Butter》的消费量呈现上升的趋势 是自从1960年以来的最高点 消费量上升虽然可能有各种因素 但是BTS《Butter》的人气似乎给予了不少影响 他还预测美国《Butter》的销售未来在于出口 可以先被在世界具有影响力团体的歌曲中提到《Butter》 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 美国《Butter》生产协会 还透过官方推特 向BTS表达了感谢 2020年BTS发行英文单曲《Dynamite》 也让一个行业变得热门 Dynamite MV的导入部分 是从成员救国喝牛奶开始 救国喜欢喝牛奶 在粉丝间早已众所皆知 去年救国就曾在BTS官方推特 上传了手拿一杯牛奶的照片 并附上Dynamite的歌词 根据美国经济媒体报导指出 救国公开牛奶照片以后 美国国内原本下跌的牛奶批发价格 首次出现上涨的趋势 由于美国人对牛奶的需求减少 批发价格持续下跌 因为救国的牛奶照片 美国牛奶的价格直接上升了1.6% 销售也有负转正 这种现象不仅出现在各行各业 韩国企业们受影响的情况反而更多 至于某次在直播中吃着辣鸡面 辣到嘴唇发肿 眼眶饭泪的样子引起讨论 画面中出现的辣鸡面就受到了全球关注 销售量大幅增长 随着BTS成员们经常吃辣炒年糕的场面曝光 年糕的消费量也因此上涨 韩国新闻还报导了这一消息 除了上述外还有太多例子了 BTS吃的食物穿的衣服等等 都成为热门话题 产品接连全数授庆 而在这次最新作品 Permission to Dance 不知道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这类的例子真的太多了 如果大家还知道有哪些有趣的例子 可以留言分享给我们哦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